字幕志愿者 冰姐 请你讲到 决定和先生分开 因为一次很大的打击是雷曼 雷曼那次其实整个香港 整个世界都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次对你来说 上了一课是什么呢 学到什么呢 哇 那课很厉害 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课程 当时就当然是震惊 因为其实我自己 我想我是一个挺有规划的人 经常都经常以为自己 可以将自己人生扑排得很好 几岁到几岁做些什么 几岁退休 几岁怎样 当时其实大约在 差不多2001年 接近沙士那一年 我就决定不做事 当时我就问自己 我可不可以不做事 或者我可不可以 不靠我先生 那时候都可以先生活 那你当然要安全 那时候我就有些楼 我买了两层楼 我把大部分的钱 就放在这只雷曼上 当时你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投资银行 然后那个经理跟他说 哇 这只很厉害 我就相信他 其实也不是很多六厘息 那我就觉得 好 这笔钱就不要动了 放在那里 其实那笔钱 我打算将来 女儿的大学读书的基金 甚至我们可以跟她去游学 自己幻想了很多美好的远景 那笔钱其实是有用的 真的 到后来 到2008年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就很震惊了 第一 就不记得那么大笔迹寵 那 当时我没有做事 我很害怕 就是突然间就是 觉得不是吧 怎么办 人生去到这样的年纪 突然间忘了那么多钱 那我又没有做了那么久了 我又没有能力找回呢 还有那笔钱我是有用的 我说的是今年九月 我女儿就读书了 怎么办呢 那时候那个情绪就乱闹了 害怕 每天都哭 还有那时候很徬徨 因为那时候就乱闹了 有银河擠堤 然后你又怕 还有少少病了 怎么办呢 那些会有事呢 那人很混乱 很不开心 在那段时间 我想我是 我可能很怪自己 其实是有情绪病的 当时就天天哭 又不见人 又不听电话 躲起来 不知道自己想怎样 但是就 我想都熬了一段时间 两三个星期左右 我什么时候发觉 自己要面对现实 要振作呢 因为其实在过去 我大约在2005、2006年的时候 没有工作有空 我老友林健明 就搞了一个心情行动 我就开始去帮忙 因为这样我就去读了很多情绪的课程 因为我开始帮他 就是那个基金去主持一些情绪的讲座 是 你自己懂得的 我自己去看很多课程 读了很多书 那我就记得当时在情绪课程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 就是当你很多负面情绪升起的时候 你怎样做呢 其中一个就是去做运动 当时我就想着我去试试做运动 还有当时除了我人不开心 不舒服之外 其实我身体也出现很多问题 我天天的关节都痛的 腰也痛 还有有一段时间就经常想死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还有很内疚 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笨 这么辛苦 找钱回来的职续感就没有了 那段时间我就经常做运动 经常做运动就是我整天在收拾房子 又知道我又在收拾房子 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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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我就不停地做 我记得那个暑假是很热的 我就不停地又不开冷气 一夜就这样做事 好像做了整个星期人比较舒服 那段时间就刚好 其实也很感谢一帮女朋友 其实那时候我自拍会已经成立了 那帮女朋友都知道我忘了很多钱 当中其中一两个都和我差不多 就遭遇了 那他那时候就刚刚开始学画画 他就常常叫我出来画画 那时候我就说 我不懂画画 我又不喜欢画画 我一直没有兴趣 你不要搞我 我都没有钱交画画费的钱 我记得那次郑怡打给我 她说 喂 我在下一堂需要个无特仪 那无特仪要四百元一个小时 你反正坐在家没东西做 不如你过来帮忙 那我说怎样 你给四百元一个小时 给我钱 他说不是啊 你只是朋友 你不要收他钱 不过我是很福利的 有谁带了燕窝来 有谁带了蛋糕 有香檳 我想也挺好的 食用也不错 随便 我就去参加他们的画画班 第一堂其实我不是画画 那天是做无特仪的 就是彩头给他们画 但是那天那些福利真的不错 也可以聊聊天 也可以吃点东西 大家可以天南地北八下 不知不知八元 大家谈完 回到家里 心情是好了很多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原来当你自己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谈素 和一些你信任的朋友去说 你其实是好像舍你那些重担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 但是我觉得我说完 发泄完 我快乐了很多 那我就开始出现画画了 而且在画画的过程里 我就觉得 咦 是挺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你懂得打麻将的 我不懂 哎呀 你真是 我知道你很聪明 台湾牌 是 但是我发觉 我现在很少打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画画 我发觉画画和打麻将差不多 为什么那些女人 一坐下了麻将桌 就什么都忘记了 144个 为什么呢 打麻将的过程要很专心 你要记住牌 要看谁 要看不要出宠 你在两头有一分专注 你集中 lt den 全部那144个牌 只能什么都忘记 画画原来一样 原来当你画的时候 我画的是塑焦彩 他的油彩干得很快 又要沣 又要想一下 如果红沣黄 会变成橙 我要淡橙 和淡橙 还有我还有什么绿色 乘绿 青绿 默绿 在过程里面 我超纏心的 而且當你畫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東西很細節 很細節的 你甚麼都忘記了 因為你很專注 要快趣 畫畫都好像跟時間競賽一樣 變成那三四小時 你甚麼都忘記了 你就畫完之後 一開始發覺 甚麼都忘記了 就忘記不見錢了 那又快樂一點 其實就是慢慢慢慢 我想也是跟人聊 做運動 畫畫 慢慢地 我覺得我真是自己 醫好自己 還有一年半載 甚至現在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看回頭 我有點多謝他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是幸運在2008年發生了 不是在我70歲 或者80歲 因為那時我更加老了 再遲些 我未必有這樣的體力 或者有這樣的智慧 你知道人老了 蠢一點 去應付這些人生的突發事件 想不到這個浪 這個浪會蓋碎 但當時我想我是可以的 第一 我覺得我可以捱了過去 然後我回頭 我又學會了很多東西 我就學會了怎樣接受失去 原來錢不是那麼重要 沒有了就沒有了 然後看回頭 我早就吃飯 又開始跟我聊聊天 又要喝茶可以喝茶 喝清醒水也可以喝 有甚麼這麼大不了 好了 九月我只是去讀書 如果我供不起他去長春藤 加60元美金學費的話 有別的學校有別的選擇 不要緊的 讀書最重要不是說是名校 在讀不讀書 願不願讀書 我覺得是這樣 那慢慢當我可以接受到自己 原來錢不是那麼重要 那人輕鬆了很多 因為沒甚麼壓力 還有很多東西就覺得 人生錢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甚麼都是想錢錢錢錢 其實很辛苦 所以我現在反而會 就是我會將很多時間放下去 就是我可以學到多些東西 或者是更加在不同的過程裏面 認識多些東西 讓我個人生的歷程 更加圓滿一點 快樂一點 還有有時就是說 或者在我自己的學習過程裏面 可不可以教到人 或者幫到人一些東西 那起碼沒有白白來 就是來了牆 就是這樣